各位同志朋友 昨天說那個族群裡面 只有那一檔股票不會漲 昨天只有那一檔股票沒有漲 其他的股票在那個族群裡面 都稍微爆了一點小量 我昨天就講那檔股票 那檔股票叫做什麼 叫做權利所制 今天第一次公開 今天第一次跟你講名稱 散熱族群裡面的權利所制 到底是哪一檔 到底謝老師又怎麼看 今天的表現又如何 有沒有創高 兩個禮拜都沒有漲停板 今天看一看節目裡面 謝老師怎麼針對他 好不好 我的節目看完請你幫我按讚 請你幫我分享 請你幫我訂閱 請你幫我按小鈴鐺 全國的觀眾 全國的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決戰籌碼 你好我是謝一文 好的 先謝謝這個 會員的關心 因為昨天謝老師感冒 大家也認為說 今天看起來應該是好很多了 那事實上還是在感冒當中 只是喉嚨沒有痛了 因為謝老師有多喝開水 然後加上昨天晚上很好睡 因為吃了感冒藥 那感冒藥都吃了都愛睡 尤其晚上睡前的那個藥 那昨天還在談到 就是說昨天有點爆量 稍微有點沙下來 昨天大家第一個想法就是說 會害怕 謝老師還特地把這個會害怕的東西 講解給各位聽 怕每一個人都會怕 任何時刻都在怕 就算今天長你也會怕 為什麼 因為今天長你會認為說老師長太高了 只能跌下來你會認為說老師 這裡是不是做頭了 結果今天長上來你就說老師我會怕 哪一個人不會怕 會怕 可是各位 該做什麼就做什麼的原因在於哪裡 我看到什麼樣的事情 我做什麼樣的事 當我沒有看到之前 我可以謹慎我可以小心 對不對 但是我不要去害怕 害怕是人的一個心理的感覺 一個情緒上的反應 害怕叫做保護自己 沒錯 我們把它附註於事實 我們把它附註於現實 有沒有害怕的地方 有 我不要碰它 有沒有害怕的行情 有 我不要碰它 當我看到了很確認 那個害怕是來自於什麼樣 事實的呈現 籌碼開始倒出來了 台幣開始反轉了 美金開始反轉了 外資開始流出了 我們要做糠再來做糠 把那個害怕把它怎麼樣 把它附註於現實 任何一天都全力以赴 任何一天都做我最好的準備 就這樣 當你看到了那個事實 很抱歉 那個根據告訴我 那個數據告訴我 我應該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叫該做什麼 就做什麼 對不對 我就政治來講 我也是跟各位講 你老師你是藍的還綠的 我有時候藍有時候綠 有時候藍的做都有幫藍的講 我有時候綠的講 如果做都有幫綠的講話 對不對 萊豬可不可以吃 你要吃你吃 我不吃 對不對 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你要不要吃 你要吃你吃我不吃 這個進口 這個動作 這個舉動對不對 不適合 因為我小孩還小 對不對 我再吃可能30年40年 小孩要吃五六十年 你難保覺得他沒有事情嗎 對不對 就是論事 是不是 這一次的防疫成績做得很好 偶漏 不要說偶漏成實中 偶漏全民 我們的誘患率是很高 大家看到病毒還要戴口罩 為什麼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個SARS的經驗 那這就是好事 全民能夠信任你 能夠相信你 能夠聽你的 OK 就事論事 看到什麼樣的事實根據 做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這樣 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要把害怕當藉口 不要把說我感覺好像高了 當藉口 1萬點你就覺得高了 1萬2你也覺得高了 現在謝老師要跟各位講什麼 台幣資金熱錢不退之前 你就做多 就找股票做多就好了 害怕也沒有用 害怕於事無補 害怕無忌於事 對事情來講沒有任何一個幫助 那可不可以回歸到現實面 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以現在的資金面來看 當然是做多 昨天下山下來 謝老師要跟各位講說 我喜歡這種盤 為什麼 又可以來判斷了 行情每天都在漲 你比不出誰的功夫好 誰的實力好 有時候回檔有時候震盪 你去看看他聽到了什麼 你看看你去聽到他講什麼 對不對 他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他分析了什麼樣的事情 不是一股腦而做多 不是一股腦而做空 他分析出來的那個事情的那個點 能不能說服你 昨天謝老師講什麼 是啊 有些個股不要碰了 在昨天量真的過程當中 他昨天的量能真的比大盤還要來得快 還要來得多 但是他卻開高走低 有沒有做頭的疑慮在 有沒有做頭的嫌疑在 有嘛 所以謝老師跟各位講什麼 就量價關係來看 那些股票先不要碰 你至少就排除掉了嘛 是不是 來 2399的印太 比特幣 今天又下來了 8121的月風 LED 6443的太陽能 元金 傳從產業股2009第一桶 今天都大跌啊 前天是昨天的六倍 昨天是前天的六倍量 那今天大跌是不是剛好 今天大盤就算大漲也不關他的事啊 6125的廣運 2027的大成鋼傳產 1568的倉佑 昨天一度還怎麼樣大漲 結果殺下來 電子股裡面3059的華晶科 不要摸嘛 不要去碰他嘛 大量 盤 盤稍微怎麼樣 大盤的量稍微增一點 他真的速度太快太多了 買在那裡不會舒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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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檔的股票在講的股票什麼 穿紅衣坐捷運 對不對 為什麼 買他第三代辦老體 淡化架 對不對 還有燙化系 燙化系當然是貿系在做的 燙化系是別家公司在做的 貿系我們也講過 對不對 他老大哥 這個生化家裡面的老大哥是誰 穩茂 穩茂今天也上 穩茂很賊啊 前上個禮拜我還記得 要報什麼利空出來 我們要調降財測 結果這禮拜大漲 連帶紅捷科有沒有大漲 穿紅衣坐捷運有沒有大漲 又再創新高 當然我們之前有先跑過一趟了 我每次獲利落袋的也不錯啦 因為我買了很低 我買125 122 123 127 128 現在要一四幾了 對不對 今天還有賺到150的 我們買不是買一次 真的在底部的時候 你不買 可以買很多次 可以買得很心安 很心安很穩定的 你不去買 你現在你要去追他 對不對 艾甘的弟弟 要講多久了 艾甘的弟弟是誰 艾甘一塊20元 我說沒有 艾甘一罐200元 200元趕快去買 300元趕快去買 你現在要400多人 你說你還要去買 鶴立基群 250 270 到今天也過400 那都低檔去講 低檔去買的 3443的創意 3092的紅塑 5443的均豪 對不對 2388的威盛 威盛今天又在漲啊 對不對 我們買多少次 買六次 當然你印象最深刻的是 穿紅衣做捷運啊 到今天還在漲 哪一個題材 不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第三代半導體 8吋漲價 逸出逸到什麼 逸到6吋冒系 對不對 也有做這個 生化碳化系的部分 也有做晶雲的部分 也有做太陽能的部分 它的題材比較combo 這個比較中和一點 所以我去買它 那時候什麼賣掉 中芯國際說什麼樣 說啊 拜登上來的不會打壓我們了 所以可能部分轉單啊 什麼貿系華邦電 萬宏的那個單 會轉到轉回去中芯國際 結果沒有 現在聽起來好像沒有 所以貿系今天繼續漲 對不對 萬宏稍微比較弱一點的 跟各位講過了 因為Switch疫情的關係 稍微有點解封了 雖然現在又開始怎麼樣 開始封城 但是該買的應該都買了 最好賺的 最熱門的那一段已經走掉了 你說要我選 我寧願選什麼 我寧願選華邦電 華邦電我們也講過了 對不對 華星集團會幫你 我寧願去選什麼 寧願去選貿系 貿系比較combo 對不對 他沒有一個大廠支持他 可是怎麼樣 他的單很穩 他雖然很上 可是他的單很穩 也是屬於比較低價的股票 華邦電也是 各位同志朋友 哪一檔不是我們講過 哪一檔不是在低檔的時候講 現在漲上來你說你會怕 你當然會怕 漲你也會怕 可是各位你不用去擔心 尤其在中間遇到橫向整理 或者是亮縮整理的時候 我最喜歡判斷那樣的盤 判斷什麼 來進智卡 昨天來跟各位講 吃貨 緩慢拉升洗盤快速拉升出貨 擊殺 一檔股票漲跌的循環 什麼叫做亮縮整理 我能不能判斷這裡叫做洗盤 或者是出貨嗎 昨天給各位的股票 昨天給各位的講解大盤 告訴你是什麼 這個叫做洗盤 大方向有沒有改變 有些個股出大量你不要去碰 有些個股出 出現過大漲以後的大量 你不要去碰 對不對 看長一點你也可以做短 遇到那樣子的股票 可是各位有大部分的股票都是在洗盤 我們舉例的什麼雍智科 對不對 光學股裡面 昨天跌下來今天旁上來了 你也沒有什麼低價可以買了 對不對 你也沒有什麼低價可以買 除非你昨天敢去買 今天一上就跳空了 高價股 普通會也沒有帶你去做 光學類股 對不對 好那 還有一檔 權力所至使命必達 什麼族群 散熱族群 昨天散熱族群很好 雙紅也好 操縱也好 什麼都好 七紅也很好 今天也很好 我昨天就是講最弱的那一檔 我昨天就是講最弱的那一檔 全力所至 全力所至 散熱你還猜不到 今天佔上80塊了 73買 74買 77以下再買 今天要80塊了 所有會員都有 全部會員都有 還沒有人開始講 可能今天下午就有人講了 可能今天晚上就會有人講了 可能明天就要大漲了 能不能事先買 可不可以買很多次 那是最重要的重點 會抓到會漲的股票很難嗎 不難 一點都不難 重點是你能夠買幾次 中間橫向整理量 或者是下跌的過程 你能不能去判斷 為什麼那個判斷很重要 為什麼昨天那個盤我很喜歡 下跌之後回檔之後 能不能再買 那很重要 如果你連那個最基本的 common sense 你都不是很懂 你賺不到大錢 老師我買到標股 可是我買一次 老師我只有買一張 老師我們的股票沒有天天漲停滿 全力所至哪一天漲停 沒有一天漲停 一個禮拜的沒有一天漲停 很可憐 沒有一天漲停 遇到這樣的股票 沒有那種大標掌的 買多次 賺得多不多 宏傑喝賺得多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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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智喝賺得多不多 你告訴我賺得多不多 威聖賺得多不多 副頂賺得多不多 賺得多 各位大賺小賠就是 起來有志在於哪裡 就在於這裡 我用科學的數據來管理我的財富 你不要用情緒 用感覺來管理你的財富 同時要跟各位講 跟會員講 尤其是跟會員講 麻煩你趁現在有時間 麻煩去證券網開一下 融資融眷戶 老師你要帶我信用擴張 不是 人無遠慮必有盡憂 未來空投行情來的時候 你來看我 我會不會帶你做空 我還是會帶你做空 為什麼 因為我用科學的數據在做管理 我不會每天跟你講多 有的一年365天 兩年730天 全部都做多 天天都便宜 你天天什麼股票都可以買 什麼叫趨勢 什麼叫明知所欲藏在我心 順著民意走 順著行情走 順著趨勢走 順著趨勢走 我再說一次 麻煩你現在有空投資朋友 尤其是我的會員 麻煩你去開一下融資融眷戶 如果你真的不想開 沒有關期 還是可以跟我做 老師空投的時候繼續做多嗎 不是 我只能帶你去買反 比如說元大反50 元大50反 我只能帶你去買ETF 我只能帶你去買Vis 布邦Vis 我還是可以帶你買 可是各位 那個效果差異性就會出來了 所以各位 我再說一次第三次 趁著現在有空 趁著現在賺大錢 人無遠慮 必有盡憂 請未雨籌謀 先把融資融眷戶開好 好嗎 什麼時候轉空投 我沒有預測立場 我沒有預設日期 我沒有預設說 一萬六就要下來了 兩萬就要下來了 都不要 就事論事 看到什麼樣的事情 看到什麼樣的徵兆 看到什麼樣的跡象 我們就做什麼樣的事情 好不好 不要去預測 很多人預測都 我跟你講明天就要跌了 我跟你講 差協同理論 老師 股市太熱了 對 你講的都很好 你講的以前都發生過 都是前車之間 請問你 請把你的實力告訴我 請你把你的科學數據告訴我 何以建為哪裡叫過熱 熱是熱到什麼樣的程度 叫過熱 對不對 那我就就事論事 籌碼開始轉變了 大幅開始離場了 外資開始撤了 台幣開始怎麼樣 貶值了 台幣怎麼樣 外資開始做淨會出了 台幣開始怎麼樣 台幣開始在做避險了 對不對 總是要有原因跟理由告訴自行 不要用感覺做股票 老師 我覺得太高了 老師 這叫做邪惡的第五波 邪惡的第五波 我一萬點可以這樣說 一萬點非常態 邪惡的第五波 老師 這叫做泡沫 泡沫 沒有經歷過雷曼兄弟 你不要跟我說泡沫 沒有 雷曼兄弟要發生之前 發生了什麼事 利率倒轉 看到那個徵兆 我是不是要收一點資金回來 利率倒轉是怎麼樣 長天期比近天期的利率還要來得低 長天期的利率比較低 利率倒轉 就是倒掛 利率倒掛 一定要有那個徵兆出現 沒有那個徵兆很抱歉 你沒有事情在找事情做 老師我很害怕 老師太高了 老師 股票都起到太高了 找好的股票做 找低檔的股票做 你可以用短線你可以長線 你看長你可以做短 可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要有那個因在 都要有那個依據在 要不然你所有的想法 做多也好做空也好 害怕也好不害怕也好 都叫做一廂情願 好嗎 各位老師們懂我的意思嗎 來 免費加入謝一文謝老師的LINE 讓你問不完 讓你問不完好不好 小老鼠Hot Money 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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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今天我們就主推 主推兩檔股票好了好不好 可以嗎 我們手上有的 來來來來 這個講很久了 來進電腦 這說得有手沒辦法 你要我再講什麼多的 還有一個族群沒有爆量 有個族群沒有被發現 這個族群裡面有一檔股票 我認為他特別好 為什麼他特別好 是不是他低基期 當然 那是不是他營收成長 他比較具有爆發性 那當然 那這個族群叫做散熱 散熱裡面有一檔股票 他不是雙紅 他也不是操縱 他在最先在低檔出現的 這樣子的買訓出現 而且我告訴各位 走了這麼多天 沒有一天漲停 很可能 很可能 走那麼多天 沒有一天漲停 沒有一天漲停 雍智科還有一天漲停 對不對 我們微勝八又還有兩天漲停 總共會說沒有一支漲停 走到兩禮拜 沒有一天漲停很可能 你覺得很可能 錯了 在他回躺修正的同時 我總共買了三次 這大小的股票 這不算大小 這不算大小 他成交都夠 所以所有的會員都可以買 收尾環都可以買 有人還要繼續買 我都說不要 為什麼 你不要買到滿 為什麼叫不要買到滿 你可以買很多次 你可以分批買 可是你不要一次買在一個地方 或者在一個價位 可以買太多量 不要為什麼 你在算人家籌碼 我們也在算人家籌碼 人家算到我們 都說你賺錢 你這個還不可以沒那麼久 你還知道我怎麼做 我慢慢去你就慢慢做 慢慢買 老師 我這個不要帶領 我要來走 這樣就慘 不要讓人家發現 所以我都盡量怎麼樣 你看我前幾次我都不講名稱 我今天才跟你講權力所至 權力所至死命必達 過關了 買三次 你自己看賺多少 你要我算我算不出來 我不想算 73的 74的 77 3次 3次都是以下買的 73以下買 74以下 74.1 Sorry I'm sorry 77以下買 怎麼會有夠嗎 還好啦 這第一紅 今天量稍微有點大 過高則本來就需要一點量 那如果明天再量縮 再能夠撐住所謂的前次小高點 那就兩次三次 叫透洞 那兩次三次 叫透洞 今天怎麼樣 先小事牛刀一下 對不對 明天順便有拉回撐住 亮縮 又是一次大支的股票 又要賺飽了 又要賺很飽了 這次又要賺很飽了 是不是 這高黨還是立黨 這不算高 這一個都沒什麼 這個叫高 明天會不會漲停滿 不會 我不但不希望他漲停滿 我還希望他明天拉回 那最好 全力所制最好也拉回 是不是 我好喜歡有什麼股票拉回來 昨天年天出了今天漲上來 昨天出了50塊以上 結果今天漲上來漲到50塊以上 OK啊 沒有問題 有這樣的機會 就盡量出現 我們就盡量來買 我跟你說 我看長可以做短 短線之中 我一定會有理由給你 太急漲了 聯電太急漲了 先來找 昨天出的高點也不算差 各位 昨天出的高點也不算差 全部都50塊以上出的 明天在亮縮整理一下 是不是又是一個買點 也不一定 是不是 做短線要有理由 要有道理在 急漲上去了 要不要先出一趟 量能太大 要不要先出一趟 要 而且我們是出在過高的地方 不是殺回來低點讓你去買 不是讓你去賣 不是 是不是 各位有這邊 講的再多再好都沒有用 來鏡頭切我 講的再多再好都沒有用 沿路讓你看 沿路讓你試 掌你也害怕 跌你也害怕 跌我們再加碼 因為我們認為那個叫洗盤 我們判斷出來那個叫洗盤 掌你也害怕 跌你也害怕 跟你講再多有什麼用 跟你講再多有什麼用 不如親身體驗 或者加入謝宜文謝老師的line 小老鼠Hot Money 888 小老鼠Hot Money 888 小老鼠HotMoney 888 口氣不用怕 探錢做事 倒定走 我等你 明天見 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